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 反而是一种味觉 除了这五种基本味觉之外呢 科学家发现可能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味觉 比如脂肪就可能对我们的味觉受体产生刺激 所以肥味有可能是我们的第六味 辣味到底是怎么回事 辣味实际上是一种触觉而不是一种味觉 辣味是由辣椒当中的辣椒素产生的 辣椒素能刺激我们的辣椒素受体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受体 它可以在我们接触到43度以上的温度的时候 产生一种灼痛感 这是一种痛觉哦 它不是一种味觉 这里顺便说一下芥末味 芥末味跟辣味差别很大 但它实际上也是一种痛觉 它可以跟辣味使用同样的感觉受体 麻辣麻辣 那么麻呢 花椒产生的辣味跟麻味有相似之处 它们都是三叉神经感觉 产生麻味的物质叫做枪击生胶素 不过麻既不是痛觉也不是触觉 而是一种震动感 它刺激的是我们的震动感受器 2013年的时候 英国的科学家发现了麻的本质 这是一种接近于50赫兹的震动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麻的感觉 但是手边又没有花椒的话 你可以让自己的舌头 以每秒钟50次的频率来震动 它们感受都差不多的 鲜甜二味有关吗 我们经常会用甜来形容鲜这种味觉 也就是所谓的鲜甜鲜甜 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少量的糖也会被用于提鲜 那么甜和鲜这两种感觉 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就藏在北京 它们都是老北京皇城的城门 老北京的皇城有四个城门 甜门 鲜门 低岸门和东岸门 好吧还是说正经的 甜味是某些碳水化合物产生的刺激 而鲜味则是某些尤里氨基酸产生的刺激 甜味和鲜味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它们都可以激活一些受体 而其中有一个受体是它们共用的 它们还可以同时激活同一个离子通道蛋白 这也许就是甜味和鲜味 具有某种联系的根本原因 咸酸苦又是什么 咸味是钠离子和钾离子所产生的刺激 它们关乎我们的电解质平衡 酸是氢离子产生的刺激 而苦则是奎宁等500多种化合物产生的刺激 它们往往意味着毒性 早期人类如果对苦味这种味觉不敏感 那么它们很可能会受制于食物当中的有毒物质 而无法留下自己的后代 味觉地图不存在 有这样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 舌头上的特定区域专丝一种味觉 舌尖对甜味敏感 舌根对苦味敏感 舌头的两侧则对酸味和咸味敏感 这就是所谓的味觉地图 味觉地图的说法流传很广 我很可惜它是错的 我们通过味蕾感受味觉 每一个味蕾包含50到150个不同味道的受体细胞 每一个味蕾都能够感受到所有的基本味觉 所以无论味蕾如何分布 舌头各个区域对于不同味觉的敏感度都是相差无几的 除了味蕾之外 其实人体的其他部位也存在味觉受体 比如小肠细胞上就有味觉受体 当这些味觉受体识别出糖时 就会触发一系列激素的释放 最终导致血液中胰岛素的浓度升高 你们的鼻腔中存在可以识别苦味的细胞 好 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跟味道有关的话题 实在是味同嚼辣 不是 意犹未尽啊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科学邦邦邦 我是果科王的总编辑徐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们的鼻腔中 你们的鼻腔中 好猥琐 往猥琐里走 突然变猥琐 突然变猥琐 画风秒变 穿错衣服 你还穿个跨栏背心来 你们的鼻腔中存在可以识别苦味的细胞 够猥琐吗刚才